打击酒驾是各国交通部门共同的目标 像是日本民众习惯下班后会到居酒屋喝一杯再回家 为了防堵酒驾 日本除了提高酒驾肇事的行则 政府也和民间组织合作寄出优惠措施 让不违规不酒驾的安全驾驶享有各种优惠 同时他们还修改法律实行连做法 也就是不只罚酒驾的人 连同车的人还有供应酒的人都得负连带责任 各罚50万日元 如此一来也使得计程车和代理驾驶这一行热门了起来 而餐厅和酒吧为了避免被罚也各有秘密武器 是什么呢 一快到日本去看看 走进眼镜行里东挑西选 总算挑到满意的眼镜 但石川先生赴帐时拿出来的却不是信用卡 什么卡居然有这样的优惠 原来是办官方组织 日本自动车安全驾驶中心JSDC发行的SD卡 但这可不是随便谁都能拿得到 提出申请的驾驶人 至少得要一年没有任何违规或照示记录 最高级的则是连续25年都零事故的超级金卡 五种不同等级的SD卡 可以让持卡人在全日本 两万六千家商店享有不同程度的折扣 其中又以加油占百分之五的优惠 最受欢迎 从1977年开始发行 目前全日本八千万驾驶人当中 大约有百分之五的人持有SD卡 在不景气的年代 这样的优惠卡格外吸引人 但只要不小心违规 就要从零开始计算 驾驶人为了审核包 连带的也降低酒驾等违规状况 当然要遏止酒驾 不只要靠奖励的胡萝卜 严格的罚则更是不可或缺 一旦酒驾被查获 不只驾驶要吊销驾照 相关人等也要连带承担 每人罚款高达五十万日币 相当于台币十九万多 让居酒屋和餐厅业者 也不敢不提醒消费者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因应严格执法 餐饮业者也有自保之道 慧城年和开车的消费者 都不能点含酒精的饮料 除了这样的事前防范 餐厅也会帮喝酒的客人 叫带领驾驶或计程车 希望害人害己的酒驾悲剧 不要再发生 日本警示厅指出 原本酒驾撞死人 是依过失致死罪判刑 最高主要入狱五年 但现在已经改成 危险驾驶致死罪 最高可处二十年的 有期徒刑 而一般民众也普遍认为 酒驾是不能容忍的 违法行为 法律社会规律 法律中的法律 也不一定是 善用支持的民族信 祭出重罚 全面防毒酒驾 或许就是今年上半年 日本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可以达到62年来首度低于2000人目标的最大原因